半岛火药桶也燃了 朝军发射200枚炮弹 韩国下令延平岛紧急避难 美国最担忧的情况发生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论评的主题是 半岛火药桶也燃了 北边发射200枚炮弹 韩国延平岛紧急避难 还以为动荡的2023年过去了 新的一年情况会好些 但是2024年显然更加魔幻震撼 目前已经打了一年多的 俄乌冲突还在持续 近期俄罗斯加大了 对乌克兰全境的打击力度 包括基辅 列沃夫 奥德萨 扎波罗热等多个大城市 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 无妨形容这是冲突以来 最大规模空袭 而另一方面 乌克兰还准备动员50万 继续新的反攻 看这情况 也知道这俄乌冲突 一时半会儿 结束不了了 而另一边 巴以冲突正持续外溢 野蛮胡塞武装和美国舰队 在红海 你来我往博弈 美英下达最后通牒 胡塞武装表示不会妥协 以色列还在拱火 袭击利巴南首都贝鲁特 定点清除哈马斯高层 另外还空袭叙利亚 致伊朗驻叙利亚高级指挥官身亡 伊朗境内还发生连环爆炸案 这一个星期都不到 又有新的火药筒开始冒火星子 半岛局势 近日据韩联社报道称 朝鲜军队5日上午 在西北岛屿地区发射200多枚炮弹 并落入北方界线北方一侧 当前韩国官员表示 鉴于明显有朝鲜军事挑讯的迹象 韩国已经下达紧急疏散令 将西部边境岛屿 延平岛的军民撤离到避难所 这让人联想到2011年的延平岛交火之间 当时韩国轻率挑讯 在年度例行军事演习中 向征域海域北方一侧发射数十枚炮弹 北方随即炮击延平岛上 韩军炮兵阵地 双方交火 而这样的场景或许又要上演 延平岛居民的疏散令 其实并非是因为朝鲜发射数百枚炮弹 而是因为韩军截获了无线电通讯 韩国情报部门表示 如果韩国进行实在演习 朝防可能将向该岛的定居点开火 所以韩国进行疏散 又是因为自己轻率挑衅 根据央视军事报道 在4日 韩国国防部宣布结束了为期7天的 韩美跨年联合演习 在1月1日至2日 韩国陆军多个时在江源道 花川和京济道 波州等靠近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 实施大规模炮击和机器化部队机动演习 在3日 韩国海军又出动多艘驱逐舰 护卫舰和导弹艇 在西部海域实施舰炮射击和海上机动演习 而韩美一系列军事行动 引发朝方强烈批评 朝中社表示 尹熙悦不断发起挑衅 接下来很可能以空前规模发起各种战争阴谋 所以今年是韩朝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一年 在前不久韩国总统尹熙悦还叫嚣 如果敌人出现挑衅 命令武装部队立即予以报复 然后再报告 这就是授予一线官兵开火的权利 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比较谨慎的 更何况是连战时军事指挥权都没有了韩国 尹熙悦这番言论 极大增加了半岛误判摩擦的风险 正如朝中社社论所说的 受惊的狗叫得更大声 虚张声势也会遭到飞来狠祸 而韩国发布的紧急输探令 也是因为韩国和美国进行联合军演挑衅 就韩朝关系 朝方年底报告中定了一个基调 朝韩不再是同族关系 而是完全敌对关系 都开始加码铺垫了 今年以来韩朝摩擦风险肉眼可见 这对美国来说都不是好事的 最担忧的三线作战情形可能上演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